不过确诊在家又没有办法送医有自救的方式吗 有一位旅美的台湾网友也跟大家分享 说自己跟家人去年11月曾经确诊 不过当时美国的医疗量能相当紧绷 所以在家里头他们也做了一些自救的方法 其中一点是不能喝太多水 我们得你了解 跟儿子女儿开心拍下合照 她是旅美台湾人吴小姐 去年11月一家四口中有三人确诊 但医院量能紧绷 他们只能在家自救 成功康复之后分享小撇步 除了每天血氧监测少不了 若真的鼻塞呼吸不顺 可以使用喷剂缓解 但医师提醒不能过度依赖 而吴小姐也坚持 若想活命吃喝都很重要 一定要吃东西 我那时候家人也是 就是说我不要吃我不要吃 我说你若想活下去 你就把这东西吃了 以后真的身体也有比较好 身体也轻人都可以 正常运作就可以了 不是像我们平常身体 多喝水多喝水 其实你不用多喝水 你只要喝足够的水 太多量的水 容易有被水肯的问题 医师证实不论监测血氧 还是吃喝管控 都是居家自救 正确做法 毕竟非常时期 除了就医 寻求专业协助 也得自身配合 才能加快康复速度 三十二个德纲周军 台北报道